欢迎收看屏东美食APP节目 今天又要带您去吃好吃的 节目首先开始要带您到这个潮州吃面 这里有一位75岁的老奶奶 她纯手工制作的意面 不仅是爽口又弹牙 就算是已经传承到第四代 她还是每天坚持要自己擀面团来做面条 为的就是要让大家吃到最纯正的手工意面 刚煮好的面淋上丰富的配料与汤头 这碗料多实在的意面 可是潮州家与户晓的老牌面店 业者经营到现在已经50多年 延续传统做法的老板娘今年75岁 依旧坚持手工制作 传承到第四代仍是如此 这里不只是许多人的儿时回忆 也是许多游客一定要来品尝的特色小吃 糯米粉是都用手糯 糯到差不多的时候 它的Q度如果高 就去割 割整片 然后就割出条 那她面吃起来我觉得就是 很Q啦 而且她的料还蛮实在的 而且她的口感是高雄吃不到 你可以看见老板娘正用手去揉面团 里头加满的鸡蛋 是要让面条的口感可以更加滑Q有嚼劲 这个亲手揉面团的过程可不简单 要花费的时间相当长 还得经过许多的处理和反复拍打 才能制作出好吃的面条 老板娘从事意面生意好几个年头 依旧每天反复的检视自家的口味 只希望能让更多人喜爱 纯手工的意面 我如果出到台北 我小孩五个家在台北 在台北 我都要吃pensil意味 我小孩说妈 我们自己在买 你才要吃pensil意味 我说我们人出外 就是吃饭人的 吃到怎么办 我们如果较买人的 我们可以改进 老板娘每天都是现做现卖 一大清晨就得开始准备 制作面条 看她的辛苦模样 真令人感到不舍 但老板娘说她不嫌累 只要大家喜欢吃她的意面 她就会更努力 只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吃得健康安心 就是老板娘最大的福气 屏東新闻 补玉婷 刘建荣 采访报道 吃完意面来吃包子吧 在潮州邪灵兵的对面 有一间很美味的手工包子店 非常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 然而这间小店 在最早的时候 是由第一代的老板娘 每天骑着三轮车 沿路贩卖的 如今传承到第二代 有了自己的店面 生意是蒸蒸日上 而附近的顾客都说 想吃这个包子 可是要早点来买 因为晚来可是会买不到的 丰富饱满的内馅 搭配新鲜鸭蛋蛋黄 这是小店里最受欢迎的招牌肉包 现做现杆的面皮 加上鲜嫩多汁的猪后腿肉 以独家秘方调制 内容丰富 香味四溢 绝对满足消费者的味蕾 我几乎每天都吃他们的肉包 小孩子也喜欢吃 因为他们的肉包是 真的是真材实料 而且又便宜 一颗15块里面有蛋黄 也有没有加蛋黄的 我们东西都是新鲜的食材 然后手工擀皮 手工捏制 上一代有留下来这种东西 我觉得要好好地把它传下去 要用心地制作这样 店里贩卖的包子类别并不多 但每个都有独特的风味 保证让民众满意 老板说 以前母亲可是骑着三轮车 沿路贩卖 才打出如此的好口碑 如今有了店面 民众购买变得方便许多 但他们也强调 30多年以来 唯一不变的 就是延续传统的好品质 我们这就生这古代味的 如果不敢饭 就总让孩子要吃 就总让孩子来 来吃 孩子就要有一个店面 这样有一个 你这车转头正是 时间比较不少在等 小店贩卖的东西 非常的实在 而且便宜 像这个芋头口味的馒头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 货真价实的芋头颗粒 还有抹茶红豆包 满满的红豆内馅令人垂涎三尺 许多顾客都说 吃了二十几年了 还是要吃 他之前是在忍乐宾前面的 那个三轮车 有没有 就是从三轮车开始卖 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吃了 已经一二十年有了 现在越来越多人从事 这个宝纸馒头这个行业 但是我觉得说 维持它的传统以外 品质要要求 要创新 还要用心 然后下去经理好 这份工作这样 老板表示 唯有用心制作 才能得到顾客的信任 小店坚持品质 多年来不曾改变 民众有机会 不妨到小店试试 品尝着道地的传统口味 感受其魅力 屏东新闻补育庭刘建荣 采访报道 品尝完潮州的美食之后 接着带您到东港去吃小吃 在东港有很多美味的料理 当然啦 这里的小吃 也是相当的具有在地的特色 像是樱花虾春卷 就是其中之一 老板娘是运用当地的食材 再加上独特的调味 让许多外地的游客吃了都说 真的很美味 铺上满满的樱花虾 搭配青菜 鲜嫩的鸡蛋和整片香肠 店家独创的樱花虾春卷 就完成了 结合在地的特色 老板娘调制樱花虾路线 这里的春卷口感相当特别 在外地可是吃不到的 樱花虾是我们当港出散的 就是这个春春的时候 那个四个都没人在用 用这个包这个樱花虾春春 我们这我们当港出散的樱花虾 我们用的人来够 够樱花虾春春 够樱花虾 许多顾客一买就爱上小店里的春卷 老板娘做生意实在 不仅食材卫生 用料也绝不手软 看着老板娘大把大把的将配料往冰里放 许多顾客都说真的很不赖 老闆娘对料理的用心以及推广在地特色食材的理念 独创的樱花虾春卷深受顾客欢迎 老闆娘也希望有更多人来尝试看看 品尝其独特之处 将来她还会再努力研发出更具特色的在地美食 屏东新闻补育停留渐容采访报道 说到东港大家都知道海产店林立 无论是地方小吃或者是海鲜料理 都非常受到民众的欢迎 而在这个海产街上却有一家家庭式的减餐料理 卖的不过就是一般的复合式餐点 但是由于这个价钱公道口味独特 再加上古色古香的建筑以及板饰 使得这家小店一卖就是卖了20多年 因此老闆娘还在隔壁家开了分店 希望可以打造不同风格餐点的古厕姐妹店 将一大块的猪排放到铁板上 反复的翻动过后打下一颗蛋 放入店家自行烹煮的美味配菜 淋上特条酱汁 这道美味的铁板猪排套餐随即上桌 令人看了垂涎三尺 这间精致的剪餐店不仅摆设有浓浓的古早味 餐点也是传统改良创新 深受顾客喜爱 从哪里来的 长高雄 那怎么会知道这一家 朋友介绍来的 那你吃他们的料理 你觉得他们的料理特别的地方在那里还不错 还不错 还没吃过 就是听朋友说来来吃看看 还不错的 嫩嫩的 肉嫩嫩的 很好吃 口感不错 那你觉得他们自己的装潢怎么样 那他们古色点 古色古香 古香像那个 古时候客栈那个味道 全部的东西都是有点才有做 不是说做起来放在那边 还是都会 即使有做起来 那个比较复杂一点的做起来 还是办成品 然后要出来还是会 我们帮他加工过 然后再出来 所以还都是要现点现做 现点现做是业者的坚持 二十年前自行创业的老板娘 原本是以独创的锅烧面及简餐文明 近年来随着时代进步 老板娘也将隔壁买下 以丈夫家的传统古错风格打造餐厅 除了保留原有的餐点 也陆续创新研发新式菜色 希望这副合适的服务能让民众的选择更多人 我先生他们老家 他们装嘛 装的那个 所以当初里面就 那个格局都用他们老家 大概百年那个老家 有那个旁边那个 那个 很多那个 风格的 然后来隔间 隔得很漂亮 很古色古香 古错姐妹店的餐点风格截然不同 虽然都有互通 但老店还是以原有的招牌菜为主 另一家则以创新料理 吸引掏客前来 老板娘强调 打造这家店 除了推广自家招牌菜 最主要的就是希望提供给顾客聚会的场所 让大家来到这里 也能感受到家的温馨 原本的客人都长大了 他们有他们那个家庭 朋友要聚会 然后说就开一家 减餐店一个让 三五朋友啊 家里的人去做一做聊聊天的地方 所以才会有另外这一家的产生 虽然不是很大地方啦 但是那个人都 依旧是老的这些人的话 他觉得亲切度就特别在了 一个家的文青 对对对对 古色古香的装潢 加上美味的餐点 还有店家将顾客视为家人的理念 老板娘欢迎民众有机会 可以呼朋一半到东港来 品尝他的好手艺 也能感受一下这种充满家的温馨感 评论新闻部一听箱词 采访报道 吃完的美味餐点来喝一点比较清凉的吧 您喜欢喝清炒茶吗 清炒茶不仅是可以退火 对人的健康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在东港就有一间由中药店起家 传承50年的清炒茶的老店 延续传统的熬制方式 口味深受到这个顾客的喜爱 而业者也随着时代的变迁 改良并且研发出许多对身体有益的健康饮品 透过镜头带您一块去东港品尝 现采收的青草 春菇法熬制 一桶桶手工制作 不含任何人工添加物的清炒茶就完成了 看着清澈的色泽 不快是经营了50年的传统清炒茶 业者继承副业 由中药店改制的清炒茶专卖店 强调健康 不仅美味 对身体也很有帮助 本来我们是卖药的 然后我爸爸再把它改成卖清炒茶 以前是开中药房 开中药房 然后他就自己一个配方出来 再卖清炒茶这样子 从50几年前就延续到现在这样子 大家的口碑就是说我们卫生 第一个是卫生好 还有就是说是吃喝起来就对身体也是蛮不错的 有那个功效 一方面是饮料 一方面又对身体又好 传承父亲的古老技术 延续50年的好口碑屹立不摇 业者也为了因应时代潮流 不断的改良 研发更优质的清炒茶 还有绿豆汤 红豆薏仁等商品 依旧是纯手工熬煮 现做现卖 强调卫生 否则一概不推出 主要我们就是不强调不添加任何 那个添加化学东西 香料之类的都不用 纯手工 以前是清炒茶起家 现在越研究越多 现在艺人啊 绿豆啊 这些都很上销 尤其如果夏天的时候 你经常看到很多人都来这边买 那真的是我们这边的人气王 强调赚派经营 精选材料 手工熬煮 下次如果你有机会 路过东港 一定要来这一间清炒茶老店 来杯清凉退火又健康的清炒茶 热情的老板以及老板娘 还会跟你搬干净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哦 屏东新闻不愈停留健容 采访报道 加东花生糖一直是在地文明的特色伴手里 不管是当地的居民或者是远道而来的游客 只要经过这里都一定会买上一盒 口感独特又不粘雅的花生糖 然而加东昌龙的花生除了拥有四代传承的历史 创新研发的口味更是外销到国外 到底有多特别呢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去瞧瞧 花芽的啦 它有黄极毒素啊 对人体有害啊 我们都挑起来 细心的挑着花生 反复的审视 生怕遗漏了某些重要环节 加东昌龙的花生糖已有多年的历史 虽然当地不是花生的产地 但却以花生糖打响在地知名度 传承第三代的老板娘 更为了延续传统 反复改良研究 就是为了找回儿时的记忆 因为那是我妈妈的阿公 那边也是传下来的 对对对 那中间有断层啦 因为中间它等于说 它传到它这边 然后再到 在它爸爸那一代的时候 爸爸没有传承下来给它 但是后来它自己又 对这个做点心的东西很有兴趣 它又继续在接手 再去自己再去把这个 找回以前的记忆 将花生糖装和 随着时代的变迁 长龙花生糖也经过不断的改良 更符合现代 因此不但成为地方著名的特色 更获得各国观光客的青睐 成为节庆送礼最优质的伴手礼 仓龙花生糖很有名啊 对啊 澳门送礼的时候都会想到说 因为平常加东 除了连路啊 芒果啊 一些农产品都不再特殊的啦 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送礼的很好的东西啊 而且是花生 芝麻都是老少咸语啊 延续主传的秘方 加东乡的花生糖 几乎都是来自于同一家 但仅有老板娘带菊云的研究改良 创容花生糖不仅美味不黏牙 更增添了许多不同风味 替加东乡的传统客家产业 得以持续地延传下去 频道新闻博弈亭云相词采访报道 您喜欢吃猪脚吗 在万卵有一家很特别的餐厅 独家使用红曲调味 不仅是获得猪脚节的 这一家创意奖 老板坚持的早上卤中午卖 下午卤晚上现卖的 保证新鲜的做法 更是这家店独有的特色 而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 也就是吃猪脚还可以免费的算命 万卵以猪脚闻名 但只有这间大人物 是万卵唯一一家用红曲入味的 不仅健康养生解油腻 吃起来口感也比较清爽 这独特的风味 可是老板坚持现卤现卖 绝不放隔夜 保证新鲜的猪脚 值得您一再回味 到目前来讲我做了七年 唯一现在就是很坚持 我们不采用的猪脚 绝对是国产的 主角 站在一个以现在卫生 养生的那个立场来讲 我们任何一个产品 最好就是新鲜养生 去把它制作完成 那色香味要提前 但是如果我们的卤汁 超过了20天 超过了30天 还继续在卤的话 基本上这个是比较没有 一个健康养生的概念 我想消费者可以做一个 采购产品的时候一个思维 除了独家口味 这里还有一项特别的服务 就是吃猪脚还可以免费算命 老板研究命理多年 时常帮人指点解惑 而且他坚持不收任何费用 只希望透过他的建议 让民众们生活可以更加的快乐平顺 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了 目前我来这里吃饭 寻求命理的探解的客人 最远的是瑞士瑞典的华侨 还有南非 还有就是那个加拿大 温哥华 还有那个美国的加州 旧金山 在我店里看向的 已经将近九千人 九千人 那里面当然也有青年的朋友啊 还有男生女生啊 在情感上被他困住了 那找不出他的那个出口 事实上那只是一个过程 那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让你从现在开始 那能够学习怎么样放下 老板将店名取教大人物 是因为老板重视 来到餐厅里的每一个客人 无论是大人小孩 每位都是重要的贵宾 都是大人物 老板用心的服务 只希望客人可以平安顺遂 开开心心 又能吃得健康 就是他开店最大的目的了 如果下次你有机会经过万暖 不妨去趟大人物 感受一下老板的用心与热情 屏东新闻补育停留渐容 采访报导 而甜妈妈这个品牌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这是由行政院农委会辅导台湾各地农渔村的妇女开创事业第二春而成立的 并且以各地的农渔特色开发出各种可口健康的美食 还有伴手里希望可以带动在地的消费 而东港地区甜妈妈以及屏东出产的红豆研发出红豆奶酥甜点 微甜不腻的好滋味 让订单多到要预约一两个礼拜才可以拿得到 现在陆克最爱买的台湾名产其中一项是凤梨酥 不过凤梨酥台湾人应该都有吃过 但红豆奶酥可就稀有了吧 东港区惠福岛的甜妈妈家正班推出新作 用一颗颗饱满的红豆加上鲜奶熬煮成的内馅料 不先预定可买不到 我们都是现做现出 就是说你三天以前订的话 你礼拜一要拿我就礼拜一才有做 那一天就只有做30盒 那30盒卖完就没了 就是要等隔天 就是红豆一定要现煮现焖 红豆奶酥 奶酥就是全部都是盖 就是用鲜奶熬 然后等一下你看一粒一粒 粒粒皆分明 还有蓝蓝的蛮好吃的 红豆奶酥制作过程繁复 要制作香脆的外皮 必须经过不断的搅拌面粉 接着精准的将每份精心熬煮的馅料 均匀包入面粉团当中 用模型固定好后送入烤箱 还得不迟观察烤箱中 红豆奶酥外皮的颜色 一会儿烤箱中就散发出奶香味 直到红豆奶酥烤好后 甜妈妈家正班的学员 将这些可爱新型甜点装进盒子里 就大功告成了 为了讲求健康 甜妈妈制作的红豆奶酥 凤梨酥 蓝莓酥等点心 全都不添加一般糖粉 我们直接用海藻糖 海藻糖的话对糖尿病者都OK 那现在不摄取很多的糖分 我们都是用海藻糖 我们的东西包括我们的那个 凤梨酥 凤梨酥是土凤梨酥 我们都是用海藻糖 我们不加糖分 甜妈妈食品全都讲求 三滴一高的料理方式 也就是低油 低盐 低糖 高纤维 所有食材都不添加防腐剂 因此为了讲求新鲜 凤梨酥 红豆奶酥等点心 采取当天现做 当天出货的方式 或许就是这份坚持 搭上现在顾客 对养生越来越要求 在口耳相传之下 生意越来越好 如果您想尝尝甜妈妈的点心 可要记得提前三天 打电话预约才买得到 屏东新闻章如荫章志豪 采访报道 接下来要介绍您一家 非常有特色的餐厅 屏东市的康定街 有一间军事餐厅 老板是刚刚退休的军人 而他也是一位军事迷 所以店内摆设的各国军事用品 还有军服 都是他多年来的收藏 而为了要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心 餐点还设计了野战套餐 整个超有军队的氛围 现在就带您去瞧瞧 在野战的时候 他们首先把这个盖子打开 然后从这边这样一勾 然后再这样一提 这样就可以去找那个野战餐车 仔细地向顾客介绍 野战餐盒的使用方式 他是这间军事餐厅的老板张玉忠 出身军人家庭 父亲曾侍卫将军 而他则是在军中的后勤单位服务 直到去年7月才从军中退伍 接着花了半年的时间筹划这间军事餐厅 实现自己的梦想 餐厅本身是用一些军事的梗 例如说我们的菜单是公文的 然后我们的那个餐具是用军事方面的 然后其实它的餐点 我们也尽量地想办法跟军事结合 但是其实军队的东西没有那么好吃 所以我们还是有做一些调整 为结合军事主题 营造眷村氛围 张玉忠从菜单 餐巾纸到餐点 都特别设计一系列符合主题的巧思 让来到这里的顾客都觉得很新奇 环境很舒服 然后里面没看过的东西很多 枪啊 因为我不是这方面 我没当过兵嘛 我不是念军校 像枪啊 衣服啊 那老板娘会减少 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这里除了野战餐盒的各式会办 还有排餐与下午茶点可选择 且用餐之余还能欣赏张玉忠 多年来所收藏的军事用品 像是模型枪支以及军服 而餐厅外头还有仿兵营场景 在这里用餐别有一番乐趣 我放了非常多的军事用品 那包含了22套世界各国的 还有以前的现在的一些军装 包含它的枪支 还有它的所有的装备 而且我们的东西是都可以让客人 自己带自己摸 张玉忠一直对各国军备很有兴趣 多年来他累积了不少的收藏 现在开这间军事餐厅 以老婆的名字为餐厅名 除了希望自己能一盏收藏 喜欢下厨的老婆也能一盏厨艺 良人在餐厅里各圆梦想 也让大家看见老眷社的新风貌 评论新闻张玉琉建荣采访报道 好了 看完今天所介绍的节目之后 如果相关的美食店家 您感到有兴趣的话 那么店家的资讯都会提供在 YouTube的屏东美食APP节目里 欢迎民众可以上网查询 按图索机吃美食哦 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屏东美食APP 我们下次见